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谈的跟人生的使命有关 想先问一下大家 你是个有使命感的人吗 或者你曾经有过使命感吗 回想一下 你曾经有过最强烈使命感的一个经历 为什么你会觉得那是使命感 那个使命究竟是什么 这个使命感的来源是发自你自己 还是源自你以外 那个使命感持续了多久 如果后来停止了 是因为使命完成了吗 还是其他的原因 我国学的底子很差 所以得要去查一下 使命在中国的古文里面很少出现 看起来那不是古代中华文化当中 常用的表达方式 但在近代的中文里 使命用得非常的广泛 似乎主要是因为在拉丁语系 以及后来英文里这个概念 用得非常的普遍 使命的英文就是mission 是直接照着拉丁文而来的 而这个拉丁字的意思就是被拆派的 当希腊文的圣经被翻译成拉丁文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字来翻使徒 那也的确使徒就是被拆派去完成特定使命的人 今天在华人教会里 mission通常翻作宣教 有的时候也翻作拆船 实际上宣教拆船的英文都是mission 就是使命 那中文使命感的英文 也就是the sense of mission 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讲到mission 宣教年会 宣教基金 太北短宣 美中短宣 究竟使命从何而来 我们的角色是什么 使命的本身是什么 几十年前一些企业机构 开始流行写mission statement 使命宣言 后来在教会里面也变得很普遍 那我们教会早前也有 两三年前还花了很多时间 研究讨论 修改原先使命宣言的部分文字 那这当然有一些正面的价值 但是使命究竟从何而来 我们教会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根据什么来说 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 这个认知跟神所托付给普世教会的使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谈到神托付给普世教会的使命 我们一般都会想到大使命 最常引用的经文 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耶稣对门徒们的吩咐 其实耶稣的这个吩咐 在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使徒行传都有类似的记载 那这个使命是神到了新约时代才开始有的新想法吗 我至今非常感激我的属灵导师陈静明牧师 在我开始要去神学院读道学硕士的时候 他叮咛我要头两年先进宣教学院 虽然后来神学院该修 值得修的好课 我都没有错过 我修的宣教学的课程 宣教方面的课程 大概是比一般读道学硕士的人多好几倍 许多的观念 深深的影响 塑造我的侍奉理念 特别是从圣经当中看到 使命源自于神 而这个使命就是要让人永远活在 有神的同在 与神有甜美相交的恩典当中 这是神创造的本意 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 对全人类陷入了与神隔绝的光景当中 神整个的救赎计划 以及一波波的行动 都是基于这个使命 诺亚的赵方舟 亚伯拉罕的被神 呼召 以色列从家族先成为民族 再成为国家 神一次一次的差派 使者兴起事师先知 都是基于这个源自于神 目的早已确定 不曾改变的使命 耶稣的道成肉身 正是这个救赎的高峰 是the greatest missionary action ever 是所有宣教士 以及所有宣教施工的典范 耶稣吩咐门徒的大使命 也是这个早就开始的 救赎计划的延续 大家未必能像我这样幸运 有机会去神学院 修两年的宣教课程 但是有好消息 我读宣教使用的其中一本书 后来被发展成 在各地广泛使用的 perspectives课程 普世宣教运动面面观 这可以说是宣教学的 浓缩精华版 有用中文开课的 但目前奥斯丁 只有用英文开的 我们教会很多人 包括我们华语堂的 都上过课 现在更好的消息是 后来又有人把perspective课程 再进一步修改成Kairos 把握实际课程 Kairos不只是把 perspective的精华再浓缩 而且把焦点 从给我们很多的知识 转移到更多触摸到我们的心 去年5月Kairos的中文教师团队 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 用中文开课 我们教会 总共有接近30人左右上课 今年8月底 9月初的劳工节 会再开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会深深摸着你心 影响你人生观的好课 每次只有36个名额 但费用不高 去年每个人只要125 而且教会会员 完成课程之后 还会补助一半 但平常上班的人 周五要请一天假 所以请有心要上课的人 早点开始准备 一旦开始报名 赶快报名 现在请大家打开圣经 创世纪十二章 我们要同声来读一到三节 请大家有圣经的 尽量看圣经 因为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上文 手中没有圣经的 我们才看荧幕上的 创世纪十二章 一到三节 我们翻到以后 同声来读 从这几节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试着来了解 几方面关于使命的事 首先请大家看 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 请问神的心意 是要叫谁得福 第三节最后一句话 要叫谁得福 万祖 万祖指的是谁 是国家吗 万祖包括万国 但不只是国家 大家回家之后 用电子圣经搜寻一下 万国万民万族万方 你一定会很惊讶地发现 他们在圣经中出现的次数 竟然这么多 光在创世纪就已经好几次 那神要万族得福的心意 早就在旧约一再地提到 这个要万族得福的心意 不只多次出现在圣经的第一卷书 创世纪 还有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启示录 而且它是贯穿全本圣经 反复不断地一再出现 神的心意是要万族得福 这包括我们华人中华民族吗 当然包括 目前世界人口 华人大约14亿 占总人口77亿的 接近五分之一 如果我们专心向华人传福音 我们就算把所有的华人 百分之百都带信主了 这就完成了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吗 神的心意满足吗 万族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留心的概念 根据圣经 万族从何而来 神让诺亚造方舟 让人类及万物在洪水之后 有第二次重新出发的机会 神要他们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那诺亚的几个儿子 的确繁衍出许多的后代 照创世纪11章的记载 原本天下的口音 言语都是一样 但因为人再次的背逆神 为自己建高塔盖大城 想聚在一起传扬自己的名 结果神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 大家停工不再盖城 也不再盖塔 各自分散 这当然是一个带着惩罚的咒诅 但是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 早就预定了 要人透过爱 来化解这个咒诅 简要来说 巴别塔的罪 是源自人以自我为中心 巴别塔咒诅的化解 需要人肯付出舍己的爱 启示录给我们看到 神救赎计划完成的图画 是有一天 世上的万族万民 将各式各样语言的 同心在神面前敬拜 同做神的儿女 同心歌颂赞美主 其实在今天 我们已经有很多机会 先尝这幅美丽图画的甘甜 我自己有过多次的经验 在与不同的民族 不同言语的基督徒 一同唱诗敬拜的时候 强烈被圣灵感动 举个例子 我在大学城服侍的时候 教会很偶然 在一个缅甸难民 即将离世之前 接触到他带他信主 他去世几天之后 我们去到他家中 有简单的追思礼拜 我一进到那屋子里面 吓了一大跳 小小的公寓里面 挤满了人 我那时候才知道 我们城里面有那么多的缅甸的难民 他们都学了一点点英文 所以这次礼拜还是用英文来主持的 但结束之前 死者的女儿说 有一群人已经预备好 要唱一首诗歌 原来那群人是缅甸境内的 一个少数民族 因为早期宣教师把福音传到那里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基督徒 虽然他们唱的 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但知道他们是在用他们的言语 唱诗敬拜神 那个敬拜的美 让我深受震撼 同样的经历 在我好几次去墨西哥短宣的时候 在跟讲西班牙话的基督徒 一同敬拜的时候 也曾经多次的感动 有一年我的大女儿在非洲 Ruanda要求我们去看看 主日号带我们去一间讲英文的教会 结果在敬拜当中 有几首诗歌 还有我们 要大家用非洲常用的其中一个语言唱 那也是一个让我非常难忘的经验 那这些大家只要去参加跨文化的短宣 就会很有机会去体验 另外近年来 有一些会让来自世界不同民族的基督徒 一同聚集的大会 当大会让所有参与者 用各自的语言同声祷告 或者用各自的语言 同声来唱一些经典诗歌的时候 那个震撼力也是相当的不得了 虽然今天已经有很多民族 很多讲不同语言的族群 都已经有基督徒了 也有教会 甚至有翻成他们语言的圣经 仍然有许许多多的族群 因这语言的原因 文化背景的原因 居住地理位置的原因 很少有听福音的机会 甚至完全没有听福音的机会 虽然我们说华人有14亿 这些统计让我们忽略了 连中国政府都说 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 这56还是很粗的分法 每个少数民族还在细分 比如说在广西 有很多的壮族人 有一对与我有20多年交情的 美国人夫妇 都是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博士 他们为了让壮族人 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读圣经 他们在中国已经住了差不多30年 他们的小女儿都是在中国生的 原来壮族只有口语 没有书写文字 所以这对夫妇与中国政府合作 为壮族发明了容易学的书写文字 而且把壮族人熟悉的民间故事 陆续用壮文出版 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 虽然都是壮族 常常才隔了一个村 讲的口语就有些不一样 另外一个例子是苗族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少数民族 苗族在东南亚好几个国家 都有人数不少的族群 在中国当然尤其多 每个族群各有特色 我和我的好太太还有唐妍姊妹 去年三月去国内的时候 遇到一个临时出现的机会 去拜访一个苗村 那一代信主的苗人比较多 他们也有苗文圣经 但我早先就已经听说了 这个苗族还分黑苗 白苗 青苗 红苗 花苗 我后来查了一下 那是外人按照他们的服饰的颜色 来做的划分 另外还有好多种分法 包括用外貌来分 包括用他们怎么称自己来分 那现在比较多用的科学划分方法 是按照方言来划分 比如说我们1月13号主日 我们为多数住在贵州的 革蒙族祷告 那是苗族里面的一支 有大约七万人 由于他们住在赤平地区 他们没有听过福音 没有基督徒 1月20号我们为东乡西苗族祷告 有大约12万人 这个苗族里倒是已经有人信主 只是基督徒人数还很少 1月27我们为多数住在广西的灵化族祷告 他们也是苗族里的一支 有大约3万人 同样是由于住在偏远山区 福音没有传到那里 没有基督徒 这些都是苗族 但各自的方言有差别 这个个族群 很多住在偏远的山区 与外界很少接触 他们维持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和风俗习惯 除非有人去到他们当中 他们很难接受福音 甚至连听到福音的机会 都很有限 这就带到我们今天 经文里面的另一个重点 请大家再一次看12章3节的最后一句话 请问神要万族得福 是透过谁 在这里是亚伯拉罕 也就是神所拣选的人 神无论拣选亚伯拉罕 或是拣选由他而出的以色列人 至终的目的都是要叫万国得福 换句话说 神所拣选的人 是神让万族得福的器皿 愿意照着神的拣选 去顺从神引导的人 会经历到神的自福 但神至终的心意 是要万族得福 是要万族透过神所拣选的人得福 神这个心意在亚伯拉罕身上是如此 在修约时代的以色列民族身上是如此 在今日教会的身上也是如此 那么神如何能够透过他所拣选的人 让万国得福呢 请大家再一次细看十二章一到三节 请问一个被拣选的人需要做什么 才有可能让万国得福呢 经文提到的关键是什么呢 很明显神对亚伯拉罕的关键 是十二章的一节的一句话 要离开 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我想很多人听到这里 心里开始会感到不安 但我先提醒大家一件事 我们在座的人 包括我在内 百分之九十九都采取过 离开本族本地富家的行动 对不对 不是吗 你离开家乡去大城读书工作 你还飘洋过海 来到美国这个国家异地他乡 除了少数人是跟着父母移民来的 我们绝大多数人来美国的时候 我们的家人 我们从小一起 甚至长大的朋友都还留在那里 我们害怕的不是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而是对于神要我们的离开 我们有一些额外的害怕 是牵涉到离开熟悉安全的环境 是牵涉到交出生命的主权 但要万族因我们得福 我们必须要肯离开 跨越出去 在宣教学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一个人或一群人要信主 往往有重重的障碍需要跨越 比如说原先的宗教背景 文化背景 思想教育背景 家庭背景 风俗习惯 心理因素 如果无法用自己的语言 在自己所在之处 方便的就近听福音 光是地理因素 以及语言因素 就足以让他们难以跨越这些障碍 同样的这个宣教学研究也指出 越多的障碍被跨越或者是除去 人信主的机会就会指数性的增加 多数人在他们现有的环境当中 自己没有跨越许多障碍的能力 甚至没有跨越的意愿 不觉得自己有需要 除非有基督徒选择自己 为了他们的缘故 去跨越重重的障碍 去到他们那里 那些人大概一直都不太会有机会 接受到福音 一个很简单的应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奥斯丁华人教会的华语堂 现在积极推动 鼓励住在奥斯丁各个角落的基督徒 祷告考虑为住家附近的华人居民 开设新的查经小组 随着奥斯丁人口不断的增加 居住的范围必然越来越往外扩大 连已经信主 爱主 侍奉主的基督徒 都有可能因为住得离我们教会 有点远而有点犹豫 更何况伟生程度比较低 还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 要他们去跨越障碍呢 比较可行的是 我们的弟兄姐妹跨越障碍去 很多时候基督徒不太很跨越的 还不是地底障碍 而是离开自己习惯了 熟悉的环境 如果没有使命感 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看重使命感的风气 我们人自然的倾向 都是留在自己原先的小圈圈里 我们不愿意出去 我们不愿意分散 但是如果教会有看重使命感的风气 弟兄姐妹在使命感的带动之下 会发展出许许多多原先自己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我感谢神让我无论在北加州或是南加州 都参加过非常有使命感的教会 教会不只是看重海外的宣教 也看重不断的职堂 我1986年搬到洛杉矶的时候 参加的就是一个教会刚刚值的第一个堂 那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教会 今天大概已经值了超过十个 光在洛杉矶就六七个 省牧师省师母姓祖的 大概是值的第四个还是第五个奔堂 还有的职堂在外州以及海外 在那么一个有使命感的教会 我加入那个教会之后一年 参加的执行团契要求担任团契主席 因为整个教会看重使命感 所以我才担任团契主席几个月 我们团契就开始为分职团契祷告 到了我担任团契主席的第二年 我们就成功地分职出第二个执行团契 而且有好几对有孩子的夫妻 也接受教会的征兆 去帮忙发展以家庭为主的团契 在我却参与职堂之后不久 原先的团契又成功地分职出 第三个执行团契 那三个执行团契 都是以传福音为首要 而且彼此关系很好 我们延续原先的传统 每年合作一起拜福音 那我所参与的那个执堂 是属于所谓的开荒祠堂 只有17个成人 几乎逝世从零开始 比如说我先被指派 要去发展学生及执行团契 一开始连一个对象都没有 我花了一两个月努力 才有了第一个人 然后才开始慢慢地滚雪球 经过两三年的努力 来发展出有规模的团契 也训练出一批同工 教会又要我去几个华人 开始增加的社区 发展家庭团契 那又是一个万事起头难的经验 我记得一开始有一个星期五的晚上 参加聚会的总人数 成人总共三位 其中两位是我和我的好太太 但是感谢神 因为有使命感 只不过半年多 我们那个家庭团契人数 后来就成长到多到连最大的房子 都太拥挤 连后来我们安排 大人在一家 小孩在另外一家 也都后来越来越容不下 感谢主 大家很同心 所以一个团契就分成三个 两个大一点 第三个是我们夫妇 跟另外一位夫妇 去另外再往外传福音 特别是像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人 那根据我自己亲身的体验 所有的离开 最难的往往是胜过 心中各样的软弱 比如说神呼召我们全职侍奉的时候 难的不是离开自己 原先很喜欢的电脑工作 以及很好的收入 而是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特别担心自己不胜任 还怕的是让我父母亲失望 我也怕自己将来没办法尽孝 后来神呼召我们离开洛杉矶 去重点大学做学生及学者的工作 那个感觉又好像被连根拔起一样 后来去到大学城 教会有一些讲广东话的学生 他们平常参加是一个校园独立的 讲广东话的学生团契 为了去服侍他们 我和我的好太太鼓起勇气 去参加这个讲广东话的团契的祷告会 还有礼拜五的团契聚会 一开始那个感觉最难受的是什么 是自己好像外人 是厚着脸皮跑去人家年轻学生当中 那我们不但不会讲广东话 我们连听都听不懂 特别去祷告会 听他们分享各样代祷需要 一边听一边猜 每次以为自己大概猜对了 后来发现还是错得一塌糊涂 错的大概是百分之九十几以上 这样的感觉自己是外人 持续了好几年 情形才开始扭转 后来神又清楚感动我们 去关心下一代的华人学生 去发展英文施工 那又是得厚着脸皮 礼拜五去到校园 几个讲英文的团契 那一开始我们自己感觉是外人 别人看我们也是外人 但这就是宣教的模式 离开自己熟悉习惯的环境 跨越障碍 为了服侍别人的原因 去到他们当中 与他们相交 好把神的福分带给他们 我说这些不是因为自己 觉得有什么可夸的 是因为我知道离开 不是这么容易 我亲身经历过各式各样的软弱 但是我毫不保留的在这里 鼓励劝勉主内的弟兄姐妹 来接受神的使命 来拥抱神的使命 因为要让更多的人得福 要让万族得福 需要我们这些基督徒肯离开 需要我们肯选择跨越障碍 好让别人少被这些障碍拦阻 而听不到福音 神告诉亚伯拉罕 被神拣选的人 若肯离开自己的comfort zone 去神所指示的地方去 不只能够让别人得福 让万族得福 自己也会先多多经历神的祝福 这个真理我完全相信 我信主的时间越久 越发地感觉到自己的微小 我和我太太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就是在我们这些年的侍奉当中 最不可思议的经历 就是我们竟然会成为英文牧师 当初神要我们去发展英文事工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我的脚势就是 帮忙推动 帮忙吹声 或者说我就像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 去到一群不同文化 语言不同的人 帮忙这个新事工的开始 一旦等到有与他们同文化 同语言的领袖兴起 我就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 可以退场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 因为一直找不到英文牧师 最后我自己变成了英文牧师 甚至有三年 变成是以英语事工 为我最主要的服事 这个绝对是神超越人 所能测度的特殊作为 因为我也有自知自明 我知道我今天就算厚着脸皮去毛罪自卷 跟哪个教会说我愿意来做英语事工 没有哪间教会 也没有哪群讲英文的大学生 会愿意让我做的 因为我根本不合适 那这是的确确客观的事实 但这是神的作为 如今看来 那更是神的恩典 只举最近一个多月 经历到的例子 一个多月前 突然收到一封电邮 有一个人要来奥斯汀出差 有我们碰面 他是当初 与我开始英文事工的 十位本科生的一位 是他们当中的领袖 后来也成为我们那个教会 有史以来第一位的英语事工执事 当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 我发现他对参观我们教会很有兴趣 很多的客室 包括Taylor的儿童教室 婴儿师 他都看得很仔细 原因是他现在也是一间教会的师母 在教园当中 他一再地说 那几年对他的影响有多大 虽然同样的话 在过去这十七八年当中 已经听他说过很多次 他还去写过文章的 但这次再听他说 还是让我们觉得 神给我们的祝福 太出乎我们的医疗之外 太超过我们的所救所向 上个主日 晚上七天前 又说到一封让我惊讶的电邮 来信的人告诉我 他所参加多年的教会 即将按理他做主任牧师 因为这个教会比ACC大好几倍 他请我为他祷告 他来信东也告诉我 他在整理旧资料的时候 再次看到他儿子 在心情十分低沉的时候 我写去古迪哈儿子的一封电邮 他儿子也是以前我牧养过 英文堂的一位学生 其实我写信古迪哈的时候 他已经毕业离开了几年 同样的这位父亲 过去已经为同样的事情 谢谢我很多次了 但是事隔十多年 他又再次来谢我 我想是神要让我感恩 当我们愿意接受神的引导 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 就算是我们 怎么想都不可能的事 神可以透过我们 让别人得福 而我们自己 也经历神丰富的祝福 星期三四天前 又突然来了一封 让我们惊讶的电邮 写信来的是2011年 本科毕业的英文堂学生 其实在那个教会2008年 总算找到英文牧师了 我就回去以中文为主 所以到这位学生毕业的时候 我在英文堂的服饰 已经捡到很少 但他写来的电邮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当初的侍奉 对他的影响持续致尽 我讲这些事 希望大家知道 我们每个人 其实是很渺小的 希望我们的使命 不是发自我们自己的使命 而是我们愿意 回应神的使命 我想在这一生 最荣幸的事情 就是能够被神使用 让别人得福 但这需要我们肯离开 需要我们肯向神敞开 接受神的带领 去神只是我们去的地方 做祂要我们做的事 你愿不愿意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相信 在最近的这些年间 你将你的心意 是更加的向普世的教会 显明 也包括我们的教会 我想包括我们教会的 所有牧者 长老 直视 同工 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对这个心意的认知 都比以往 又近了一步 老实说 我们都不知道 下一步是什么 我们就是谦卑的 把我们自己 也把我们教会 恭敬的仰望 求主赐给我们 回应的信心 求主赐给我们 顺服的勇气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感谢观看